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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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可能你就是自己的身体已经处于在一个高兴奋的状态 可能你在一个新的环境啊 或者讲说刚踏入社会工作啦 或者讲说刚好跟人家吵架了 你就是一直担心 我为什么睡不着 我明天要工作 我睡不着的话 可能明天就不能把工作做好 你就一直在反思 不良的一些习惯 可能我今天10点睡觉 明天就1点睡觉 就没有在定好的时间睡着 再加上可能饮食那一方面啊 你也没有很健康或去平密的去运动 你把这些加起来 你开始失眠了 你就会一直觉得很累啊 那工作又做不好啊 所以可能又加成你的压力 然后又加成你的那个情绪啦 你的思想 一直反思 睡不着是从其他问题来的 不一定是它失眠就是那个失眠的问题 颈椎有毛病 它也会影响睡觉 颈椎有毛病 就整个颈像你睡这边又不舒服 所以那边又整 整完就是摆来摆去啊 有十样讲出来 你有两样就是干的问题 五年 多过五年 想要就充分地利用我的me time 因为放工 到MRT回到家 就是超过了12个小时 然后就想充分利用 给自己的那一短短时间 就牺牲一点睡眠时间来利用那个me time 这样子 可能他们就是觉得 我晚上才有私人的一些时间 不会被人家打扰 晚上的时候呢 就是最清静的时候 最最适合给我去想一些事情 去发呆啦 去发白日梦的一些时间 我真的是没有时间赶功课 我没有时间赶工作 所以我真的是需要熬夜 去做完这些这样的事情 我晚上必须要很有效率地睡觉 你就会给自己造成很大的压力 我的小孩出世的机久 就是机久 因为是因为有了小孩的 要照顾小孩的原因 就是小孩之前都没有这一个 太好 还没有 可能没有 如果你睡眠不足的话 这一方面没有做好的话 情绪很容易失控 所以造成了一些 情绪或者精神上的一些障碍 疾病风险就包括了中风啦 或者讲说心脏病啦 糖尿病啦 主要是因为 睡眠对我们身体来讲说太重要了 天黑是要睡觉的时候 刚在这个时间 11点以后到3点都是在休息 我们半夜起来 有些事情发生 我们要整个晚上睡不到 那你就很受苦了 那个肝就受苦 肝直接影响我们的睡眠 因为肝它承担的工作太重 所以要让它好好的休息 肝如果有硬化疗的话 它就有肿瘤了 如果有问题的话 有时候吃药也不容易 它要打针 要吃的药很贵 现在先从好好的保养 不要让它发生任何问题 你的身体的毛病 就不至于会睡饱 所以肝需要保养 因为它容易有脂肪 有油 之后呢 就慢慢变成有硬化了 硬化之后就是肝癌 吃住眠的药 你担心说 吃药会不会带来 什么影响 会 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还是得尝试去吃 如果说不吃药 不想吃药 不喜欢吃药 尤其是不论是中药 西药它都不肯 这就可以通经络 把它的睡眠的问题剪低 这扩萨把关呢 就是能够把它的肝里面的毒素 排毒不好的状况 给它剪掉 帮助它赶出来 之后呢 它就觉得很舒服 然后那个晚上 真的是睡眠之数一流 但是可能是暂时的 因为它必须要有一些药物 帮助它痊愈 完全地调整 它的睡眠的状况 咖啡 咖啡因 都会影响 一天他们说 我饿很多了 早餐一杯 中午一杯 八晚也可以喝 但是久而久之 就会影响它的睡眠 煎炸 麻辣 都不要再刺激 太严重的刺激 它会影响我们脑身体 喝一些菊花茶 对干好的东西 胡耳茶也可以放点菊花 菊花 玫瑰花 这样子的茶包 这些花茶 都是对我们每天的那个 调整 我们的睡眠 都是有帮助的 去哪儿来 建一间临床心理师 因为我们能够就是帮她 分析一下她的生活 有什么样的一些因素 造成这样子的失眠状况 有两种我们通常会 进行的治疗法 第一种就是讲说 认知行为治疗 然后第二种呢 是接受与承诺的那个治疗法 教你们从思考那一方面 来纠正一下 当你接受了 就不会有这样大的压力 然后可能带给睡眠 就会有一些改善 可以考虑一下正念的呼吸法 或者叫做 Mindful Breathing 用正念的一种方式来呼吸 那你呼吸了之后 它就能够带来 情绪上或者讲说 思考那一方面的舒缓 如果你也是失眠族 一起在健康有约找答案 祝大家从此有个好梦 我是尹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